保羅屋紙張的木雕綁又持續延展 劉昌宏以心力的苛工雕刻出風吹輕盈紙張 不斷翻飛的瞬間 也賦予毫無生氣的木頭一股強烈生命力 它是橫向生長的話 它的基底就是橫向走向 如果你種的話它就很容易斷裂 所以各方面因為在轉折點 它面臨的種跟橫的交錯 所以在使用的力道跟心思上 都要做一個轉換 是我們來配合物相的基本的架構 然後藉由我們美學的思維 來去創作不同樣的風格的作品 劉昌宏擅長以精湛的雕刻技巧 為竹子、木頭跟建議的石塊注入新生命 而珍愛創作的他 也將國畫等繪畫意境種入創作當中 攻勒出詩琴畫意系列作品 雕刻有書法、有國畫的意境 架構整個的圖畫出來 其實最難的就是說一般雕刻就呈現了會有讓人比較呆板的感覺 像這就生動活潑 而且一幅作品當中具備三四種作品的那種特性 那種質感 讓人有俊勇 而且耐人寻味的那種感覺 小學童放著黑板 駐有四五的思考 反映出學生的純真年代 也觸動許多人的童年回憶 受到胡蘿頓化中心的交情 劉昌宏舉辦各展 希望透過一件件的生命創作 啟發觀者思考人生 燈光的衬托下 秋葉脈絡依然無疑令人讚嘆 全民為秋思的透光木雕 劉昌宏打算捐出義脈作為家福中心的基金 也為自己的藝術創作加注一股社會溫暖 整個畫台中采訪不到 好